好另外再看到海巡署东机队成功舰执行海域巡货 19号接获通报一艘赛普勒斯级货轮上 一名乔治亚籍的船员在彭嘉宇北北东方落海失踪 那么成功舰持员百里巡货了遗体交与货轮处理后续 海洋委员会海巡署舰队分属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 19号凌晨获报赛普勒斯级货轮有船员在彭嘉宇北北东方 141海里处落海失踪 成功舰抵达通报的海域后 在20号的下午4点多在彭嘉宇东北147海里处发现落海的人员 初步研判已无疑似 凌晨1点42分接获通报 有烧赛普勒斯级货轮船员一名 在彭嘉宇北北东方141海里处落海 该舰持呈前往通报海域 并依搜救规划区域实施搜寻 成功巡获该落海人员大体 并送访该货轮安置 随后成功舰将遗体再置塞普勒斯货轮 由船长辨识其身份 确认为落海的船员后无误 完成折付文书相关的作业 记者凌杰综合报导 与报导